西藏蒙奴治时期 农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农母主把他们当牲扣使唤 为了防止农母逃跑 有些农奴干活时还要带上沉重的镣铐 辛苦工作一整天 也只能得到极少的口粮 到了晚上 农母就睡在牛棚里 挨饿受动事尝试 生病也没前置 只能挺着 他们地位低下 没有人身自由 除了劳作 农母主还会把他们当马骑 毫无尊严可言 当农母犯错时 农母主可以随意处置他们 按其情节不同 农奴主阶级的三大领主 官家 贵族和上层僧侣 几乎占据了西藏全部的耕地 草原 山林和牲畜 农奴一分土地也没有 一生还要背负上百种科捐杂税 孩子出生要交出生税 长大要交人头税 人死了还要交说失税 农奴不得不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 终身负债 欠的债一辈子是还不完的 孩子接着还 农奴生下来的孩子还是农奴 生生世世 给农奴主做牛做马 旧时 农奴数量竟然占了 就西藏人口的90%以上 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千年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 黑暗残酷的农奴池被废除 百万农奴才翻身做了主人